投資要做好相關產品的功課 是每個投資者都應該做的 但我就被一位專業人士說 你以為你看到的帳目就是反映現實嗎? 他在北京辦公室正辦理一宗海外上市公司的帳目問題 他說翻箱賭籠,訪問了幾位高管 他形容帳目同一盤真蛋、假蛋放在一起 問題是比例傾向哪邊 他說只會賺中國人的錢,但不會投資在中國 我問他,豈不是虧了很多? 過去20年,內地的樓市升了很多 他坦白地說,長期在中國工作 在當地沒有物業,形同沽空自己的工作 但接觸得越多,越相信一個被嚴重扭曲的市場 賺不到他們的錢是應份的 因為資訊和決定權都掌握在少數的一群人手上 又何來研究做功課的空間?又何來有直播的空間? 他形容說,如果他投入這個市場 就好像與被人按住搶沒什麼分別 所以在倫敦和直谷的屋,其實都已經升了很多 投資理論再多,有誰不是說到微飛色母? 但投資人,最重要都是要找到設合自己可以承受的壓力 每一個投資對他來說,都是未來生活水平的保證 他期望自己將來仍然可以用到鋁合金信用卡 見到心儀的汽車,就可以以滑不雪飛車去買 所以不相信自己的投資,又何來預見到有一天會賺錢呢? 所以他被人勸喻了這麼多年,應該在內地置業 他都毫不動搖,亦沒有羨慕太多 他說賺了中國人這麼多錢,也不算毫無得著 讓他能吃到處理會願級出品 發生什麼事 請保持血那樣 其實就不聽一下